Hello,Beauty Exchange的讀者,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玩一個心靈感應的遊戲 你是誰? 我是假名阿強,真名梁祖堯 我假名阿輝,真名邵美君 其實沒有,那一陣子如果真的胖 無論如何都是黑色的 但問題是我們真的沒有瘦過 沒錯,每一陣子可以穿白色 2、3 在這方面很默契 其實這件事是因為兩個星期前 我去吃了一個韓燒 我就有一個記憶體 馬上打給她說是放題 好吃 還在我們家附近 不過我會選VBQ的技術 好,這麼多不適 1、2、3 日文,對的 大家都不太看韓劇 1、2、3 買樓吧 環遊世界現在都可以 你只是窮遊 但買樓現在真的不用想 沒錯 所以一定要靠龍合彩 沒錯 我還未至於 是蟑螂來的 我可能因為這裡也有很多蟑螂 對,很多蟑螂 在這裡唯有有得她 有得她碰一下 1、2、3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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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得救 超級外面 沒有得救 好嗎? 超級外面 是呀 甚麼女人 男人都是 你女人清妝那你怎樣呀 宅馬尾 很沒默契 我覺得是十的 雖然我們猜不中 但這個我覺得是十 我個人比較保守 不是零零的 不是零零零 是八來的 我覺得是沒有完美的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未必是全部東西一樣 但大家有一個很深的理解 這次我們排的舞台劇 叫做《公路死亡事件》 第一次跟莊梅洋合作 莊梅洋合作編劇 她之前剛剛寫完一個 非常好叫座的短集的婚姻 《成品》 書店也上了《Bestseller》 劇本很難得 這次這個舞台劇是講 我和阿君和阿鐵 三個好朋友 一個二十年的約定 就是要一起去一個自家人 在途中當然出現了很多 不同的事件 故事線上 情節上 有很多東西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 其實是一個心理的原儀劇 我們很少有機會演這種 這類型的事件 這類型的事件 劇中充斥了很多推理故事 一邊聽一邊看 會發現觀眾參與很多 會想 究竟她說的事是否真實 這個人這樣說的 究竟她說的事是否真實 而我們知道那個劇本 我們最難演的地方就是 我們又不可以太陽地說給觀眾聽 我是一個壞人 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是那個魔鬼 或者那個天使 我們就是怎樣鋪我們的角色 引導觀眾去進入這個 這麼奇怪的故事 這個是很大的挑戰